花心的人总是会遭到人们的唾弃,但是有些男人本来就是花心的人,这是他们的本性无法改变。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认识一个男人的本性,避免自己受到伤害,每个人的心都是不一样的,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是不一样的。 但是美的事物人人都喜欢,毕竟世界上美好的事物那么多,有获利那么大,我们也是很难守住自己吧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一个男人花不花心呢? 判断一个男人花不花心也很简单,不需要去经过别人告诉你,其实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你就能得到真正的结果。 我们不要去刻意的观察他,因为这样他可能会做出一个假象,我们可以在不经意之间去观察他,比如说带他去逛街,毕竟每一对情侣都会逛街,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。 在逛街的时候,你可以观察他的言行举止,就可以发现,他是不是一个花心的人,街上各色各样的人都有,而且美女如云,每个花心的男人都控制不住眼睛乱看。 他们会观察漂亮的女人,会看他们的容貌,着装,或许他们看的不是那么明显。 但是,当一个人心不在焉的时候,我们是会感觉到的,何况是身边的男人在看别的女人,一个花心的男人在和你逛街的时候,会心不在焉。 他们的心里总是会把你和街上的女人做一个比较,心里有这么多的心思,又怎么能够一心一意都和你一起逛街呢? 一个不花心的男人,却不一样再多的美女对他来说也不过是过眼余年,他只要你一个就够了,他愿意为你放弃整片森林,在逛街的时候也没有心思看别的人。 虽然逛街是一件很小的事情,但是通过逛街这件事情,你可以看出来了一个人的品质,这属于小事件争执,也就是说,只有在一件小事中,你才能真正的看清一个人。 有一句俗话是这么说的,吃着瓦里的,看着锅里的,这句话形容得很贴切,把花心男人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,如果你碰见了这样的人需要小心了。 其实客观的来说,花心的人并没有什么错误,错误的是在他拥有你的同时,还是想着别的女人。 即使在大度的女人,又怎么能容忍自己的男人花心呢? 男人花心是一个人的本性,本性是很难改变的,女人不要奢求用你的爱去改变一个人的本性,不要认为爱就是一切,这是很傻的行为,毕竟江山一改本性难移。 在感情中,所有的情侣相处的方式都不一样,但是幸运的是你们能够对双方保持一份责任,一份真心,也愿意为了彼此去放弃那些并不重要的人。 女人们遇见花心的男人,避知,远知,减少对自己的伤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